所以这个研究就在告诉我们 其实习得无助 某个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很深远 那听完前面的例子 你就会想那习得无助的心态是什么呢? 你要三个心态 第一个就是在你发生不开心不容易的事情 把生活想成诗,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Ariel聊心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 这集来跟大家谈谈啊 其实有些人生活到后来会开始渐渐的失去一些希望感 就变得习得无助 习得无助是什么呢?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发生 跟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要怎么解决?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经典的研究 宾州大学的一个心理学者 他有研究出狗狗的实验 他把狗狗跟成两匹狗狗 两群都会被电 但第一群是他电了之后 他可以用他的鼻子去随便撞击 然后撞到一个地方就叮叮 电就会关掉 然后他就会觉得耶 他就变开心狗这样 那另外一边就是他也是会被电 可是他用他的鼻子再怎么撞,再怎么撞 他就永远不会改变电极电他的样子 就是这匹狗狗会一直痛痛痛痛 最后他就会趴下 然后失去哀号 可能会很无助 然后动都不想动了 这是第二匹狗狗 第二次更进阶的是 把这两群有希望的狗狗跟他没有希望的狗狗 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他中间有一个矮矮的小栏杆 他只要跳过这个小栏杆 就会到没有电的地方 另一群是被电然后没有希望的狗狗 他在那个被电上面 他连动都不动 他完全就弹在那里 然后就让自己一直被电 但他一点希望感都没有 他就直接双手一弹 我是一条烂狗狗 耳朵一锤 没希望了 在我们生活中有多常见 所以这个研究就在告诉我们 其实习得无助 某个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很深远 那听完前面的例子 你就会想那习得无助的心态是什么呢 要三个心态 第一个就是在你发生 不开心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全面性的想法 全面推论你什么都做不好 比如说你气话叫出去失败了 你就会想说算了 反正我这个气话被否决了 我什么都做不好 有没有可能是只有这个气话 你写的这个就事论事 就这一份气话需要修改 或这一份气话跟公司的目标不一样 或者是你这次考试考不好 可能是你这一颗科目准备问题 或者是你这一颗的擅长程度 或者是时间分配等等各种 很多时候你没有想到这些 你就很全面的说算了 反正我什么都做不好 第二个是会内在的 觉得是个人性的问题 什么叫个人性 就是发生什么 你都觉得是你个人的问题 很多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他会有很多很多因子 来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 可是当我们有 习得无助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觉得 就是我的问题 就是我不好 就是我不够OK 第三个就是 对这件事情的结果 不抱任何期待的无助感 你永远不会预测有成功 你所有的假设都觉得 你一定会失败 没有一件事情 绝对是会失败 不太可能 所以以上心态跟大家分享 习得无助会反应在哪些地方呢 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啊 这个习得无助 其实会影响到后来 我们的人际工作 酬血等等的 可能你以前做什么 然后你就会被你父母说 不可能啦 你不可能会成功啊 不可怜啦 别想那有的没的啦 你一天到晚都在否定之中 你以前的那种无助感跟无望感 你觉得那个应该就是你生活的常态 然后你长大觉得那种感觉 应该就是正常的 不 那不正常 这边也提醒你父母 如果有看这支影片的话 其实提供给孩子 一个希望感是很重要的 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结果 只要风险我们可以承担 其实我们就去试试看 你要考量的是风险可不可以承担 而不是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 这个依附关系影响我们深远 甚至是你如果没有觉察 你就会影响到你出社会的工作 你在工作上 可能渐渐的就会发现 你在投一些提案 甚至创造一些想要表达的想法 你都会把你自己想法压抑下来 因为你觉得不可能有人会提法 那最后面对习得无助 我们可以怎么让自己找回控制感呢 我们要做的其实是 自我觉察 而不是自我评价 我们就要去意识到 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一样吗 当你觉察之后你就会知道 现在我拥有的外部资源 跟内部资源都更多了 其实我是更有能力 去改变我不喜欢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你很痛苦的时候 请不要很果断的下一个 我烂我失败我没办法我不行 有没有机会换成一个是 如果现在我已经卡住了 我还能为我自己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句话 可以让你当下马上找回控制感 比如说我现在心情不好 我马上可以为我决定 我早餐要吃什么 我明天中餐要吃什么 或是明天我能不能穿上一件 我很喜欢的衣服出门 我穿上一件 我觉得很舒服的样子出门 我弄了一个很喜欢的状态出门 这些东西都是你能控制的 但是我们都忽略这些控制感 你切到很多日常里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能找回 一点点一点点的决定权 保有一点点的乐观 跟一点点的希望感 其实这才能让你继续往前 到你想要理想的样子 ok那以上分享给大家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拜拜 小狗狗原本是在有希望的 他们到这边就变大狗狗啦 他们就想说别怕 我刚刚知道有希望 所以他就会乱跳啊乱撞啊 咻 他就很顺利的 就会跳过这个栏杆 跳过这个小小栏杆 他就会觉得 哇舒服 他就不会被电 他就会躺在那 他甚至可能内心 我不知道狗的内心是怎样 但他可能会有些自我批判 我就是一条臭狗吧 我就是一条被电的狗狗吧 我就是没有用的狗狗吧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